好 我是韩若宜 晚间的最新消息带您请来看到的是 在新北市的新庄 3号下午是惊传了 有这个工人 他们在挖大楼地下室的时候 是不慎挖破了道路瓦斯管线 导致大量的甲碗外泻 洞口的浓度是高达了百分之百 因此经销是不敢松懈 在现场大规模的封锁 并且是紧急疏散了百名的住户 最新消息来看到 在台北市的盐平北路一间鸡舍行 疑似与人有债务周分 3号晚间9点左右 突然是遭到了十几名的黑衣人 持球棒杂电 详情连线记者苏一欢 而近年夹娃娃机的电视当道 商机可观 利润好 连桃园地区的黑道也虎视眈眈 而新北市的警方则是接获了线报 发现在树林还有三峡都有工厂 是挂着羊头卖狗肉 表面上做的是汽车美容 但实际上却是贩售改造的枪支 而这个改枪的集团为了分散风险 是采取接单改枪分开的服务 2号的下午警方是认为 时机成熟了出面待人 持续来看到这间改枪的工厂 里面不仅火力强大 就连看门狗都不容小觑 因为他们饲养的是凶猛的比特犬 让警方在破门的时候也格外的小心 而我们的记者实际走访现场 有店员得知老板被逮了也相当的惊讶 担心自己也跟着丢了饭碗 管中闽暗争议是持续的延烧 台大师生5月4号将发起新五四运动 而根据发起人表示 目前是已经获得了4000人来响应 原定的罢课活动改为户外开奖 从下午到晚上都有台大的师生站出来 向教育部喊话要捍卫大学自治 即将要进入了夏季的用电高峰 但是缺电的危机一直存在 民进党的部分区立委林静怡日前 直询时就建议 晚上10点之后不要用电 不仅解决能源问题 也可以解决少死化的问题 而这个环保署长李英元一听 马上就答应了 但是这段影片在网络上被骂翻了 林静怡赶紧的开口说 她只是开玩笑的反讽 晚间10点就限电 立委林静怡的超狂想法 却让健身房业者叫苦连天 因为很多民众在下班后 是利用晚上来运动 如果真的限电了 不止这个器材没有办法运作 生意也会受到影响 民众是狂酸林静怡 难道是要大家重回农村时代吗 而台电也坦言 电力都是急发急用 晚上省电对白天的用电尖峰期 根本没有帮助 蔡政府的官员从上到下屡屡失言 其中行政院长赖清德的最失控 从功德说到劳工平均月薪近5万 句句让人难以接受 回顾蔡英文执政的这两年 绿营官员是平平出错 完全无视她当选当天 对民进党全体下达的第一个命令 谦卑再谦卑 上个月永和有远景巡逻时 发现了一名男子骑车是左摇右晃 上前了解之后 发现这名男子满身酒气 酒侧值是高达了1.32 进一步调查才发现 她的车是失窃脏车 而嫌犯居然还跟远景变车 变称她的车是跟路边的阿姨借来的 高雄的民众是目击了一名机车骑士 后方载着一名乘客 但是两个人的中间 竟然还载着一部大型重机 机车载机车在路上摇晃行驶 让后方的驾驶看了直说实在太猛了 惊险画面在网路疯传 桃园一间高中的超商附近 二号晚间是发生了一起学生斗殴的事件 两派人马疑似在通讯软体上发生了口角 其中一方竟然落了20多人到场池棍棒 将对方打到重伤 最近在淡水有一个新建案 正逢交屋的期间 建商在社区里贴出了惊人公告要求 每家仲介都必须付出10万元的保证金 才拥有待看资格 让周围的仲介业者相当傻眼 立委严宽恒接受了政治测谎集的挑战 大家常开玩笑的说 如果得罪了他老爸言清标小心变成销拨快 严宽恒测谎出来的惊人反应 让现场所有人都很傻眼 美国一名九岁女童自称住在比佛利山名下 还有五套的豪宅 她常常上网炫富 形容自己是本世纪最年轻的炫富者 让网友忍不住感叹 她的父母去哪了 日本动漫人物皮卡丘 人气破表 适逢精灵宝可梦中心20周年 最近在池袋的太阳城商场 是请出了16只皮卡丘 以各种不同造型登台大跳猛舞 知名的旅游网站评选出 2018年最受全球旅客喜爱的饭店 台湾有30间饭店获得金奖 其中有5间荣获9.6最高分的 并不是五星级饭店 而是坐落在花兜南投的民宿 还有特色旅店 有越来越多的消费者 重视居家美学 让家丁 再来看到的是台湾的电商市场大战 战火是持续的来延烧